魔道祖师 作者莫香同秀 第八章 草木三 蓝丝锥不由自主地松了手 把那盏灯险些摔倒在地上之前 魏无羡将他抢救了回来 从容地在他另一只手里 还在燃烧的火符上一接点燃 放回到桌上道 这些都是老人家凝扎的吗 好手艺啊 众人这才察觉 这满屋子里站的不是真人 而是一大堆纸人 这些纸人的头脸身体 和真人一样大小 做得十分精致 有男有女还有童子 男的都是英历士 做得高大健壮 怒发冲冠之台 女的都是面容娇好的美女 或扎双环或输云挤 即便笼罩在宽大的纸衣之下 也能看得出身姿婀娜 衣服上的花纹 甚至比真正的衣服还要精美 有的上了色 浓妆艳抹 大红大绿 有的还没上色 烹体花白花白 每一个纸人面匣上 都涂着两大抹的腮红 充当做活人脸上的气色 但他们的眼珠子 似乎还没来得及点上 眼眶里是白的 所以腮红涂得越是鲜艳 越是觉得阴阴残残 唐屋里还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有几根长短不一的蜡烛 魏武县将之一一点起 黄色的光亮照亮了大半个屋子 除了这些纸人 唐屋的一左一右 还摆放着两个大花圈 角落里的纸巾元宝 敏钱宝塔都堆成了小山 精灵原本已经把剑拔出了翘三分 剑只是一家卖丧葬物品用的店铺 不易察觉地松了口气 收剑入翘 仙门世家即便是哪位羞食适适 也从来不搞这些民间乱七八糟 阴森森的排场 所以他们见得很少 初时的惊吓过后 又好奇了起来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反而觉得比叶猎妖魔鬼怪还要刺激 雾气再浓也浓不进屋子里 进入了一城之后 他们到此时 才能轻而易举地看清对方的脸 背绝安心 魏无羡见他们放松了 又问老太太 老人家 请问能否借厨房一用啊 老太太似乎不喜欢火光 几乎是恶狠狠地盯着那盏油灯道 厨房在后面 自己用 说完 他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堂屋 躲到另一间房间里去 他关门的声音极大 吓得几个人一抖 精灵道 这个老妖婆肯定有古怪 你 魏无羡道 好了别说了 我要人帮忙 谁跟我来 蓝丝追忙道 我来 蓝锦仪仍是站得笔直道 那我该怎么办 你 继续站着 不让你动 你就不要动 蓝丝追跟着魏无羡走到后边的厨房 一进去 一股恶臭和煤气扑面而来 蓝丝追这辈子都没有闻过这么可怕的气味 一阵头晕却忍住了没有冲出去 精灵也跟了过来 一进门就跳了出去 拼命扇风道 这什么鬼味道啊 你不想办法解读 来这里干什么 魏无羡道 你来得正好 你怎么知道我要叫你过来帮忙啊 来来来来一起帮忙 精灵道 我可不是来帮忙的 这里有谁杀了个人忘了埋吗 魏无羡道 大小姐 你来不来啊 来就进来一起帮忙 不来就回去坐着 另外叫个人来 精灵道 谁是大小姐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 他怒气冲冲地提着衣服 重新卖了进来 魏无羡打开一旁的一只箱子 恶臭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 箱子里闷着一条猪腿和一只鸡 红色的肉里竟是绿色 还有白生生的小蛆虫 在绿色里全蛆着 精灵又被逼退了出去 魏无羡关上箱子 提起来递给他 扔了吧 随便扔在哪 别让我们闻到就行 精灵满肚子嫌恶又满腹狐疑 依言扔了出去 拿手帕擦了擦手指 再把手帕都给扔了 回厨房时 魏无羡和蓝丝锥 竟然从后院井里打了两桶水 正在清洗厨房 精灵道 你们在干什么呀 蓝丝锥勤勤恳恳地边擦边倒 如你所见洗澡台啊 洗澡台干什么 又不是要做吃的 谁说不是 就是要做吃的呀 来 你来扫阳尘 把上面的那些个蜘蛛网 都给我扫了 他说的是如此自然 也如此的理所应当 莫名其妙的 精灵的手里就被塞了一只阳尘扫 他稀里糊涂的也就照着做了 越扫越觉得不对劲 想把魏无羡给打一顿 这个时候 魏无羡打开了另一只箱子 这回没有恶臭扑鼻 三个人动作很快 厨房不久便焕然一新 总算是有了点人气 不再像废弃多年的鬼柴了 角落里正好有批好的柴 把他们推进灶底 用火符点燃 在上面架好清洗锅的一大口锅 让他煮一锅废水 魏无羡打开那只箱子 从里面捣出了一堆糯米 淘洗干净放进了锅里 精灵问道 煮粥 啊 精灵摔抹布 魏无羡道 哎你看你 干一会活就发火 你看看人家私追 干得那么卖力 还什么都没说 粥有什么不好啊 精灵道 我发火是因为粥不好吗 虽然粥也不太好吃 清汤刮水的 不好吃啊 反正也不是做给你吃的 我干了这么久 还没我的饭 莫公子 是不是 粥可以解尸毒 对 是可以 不过 不过呢 并非是粥都能解尸毒的 关键 是在这糯米 这就是个土办法 一般的做法 是把糯米敷到被咬的伤口上 万一你们今后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试一下 虽然会有些疼 但我敢保证 绝对是立竿见影 不过 他们现在不是被抓到 而是吸入了湿毒粉 所以只能煮个糯米粥来喝了 难怪您一定要进屋 还是要有人的屋子 有人住的地方才能有厨房 厨房里才可能会有糯米 谁知道这米放了多久 还能不能吃了 而且这厨房 我看至少一年没人用过了 全是灰 肉都臭了 对了 那个老太婆 她不用吃东西吗 她又不可能会屁股 怎么活下来的 要么这间屋子一直没人住 她也根本不是这店的主人 要么 就是她根本就不用吃东西 不用吃东西 那不就是死人了 可是这位老人家 他明明有呼吸啊 对了 我还没问呢 你们怎么会一块来议成呢 没可能那么巧的 不会是刚好遇上了我们吧 两名少年的脸色 当场就凝重起来 精灵道 我 我和他们蓝家的人 还有其他家族的几个 都是追着一个东西过来的 我们是从青河那边追来的 对 我们是从狼牙追来的 什么东西 不知道 她一直就没露面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 还是什么人 又或者 可能是许多人 原来在此数日之前 精灵骗了她舅舅 放跑了魏无羡 始终担心这次江城会真的打她 便决定偷偷开溜 失踪个十天半个月 等到江城火气过了之后 再出现在她面前 她把紫电交给了江城的心腹下属 就这么走了 她一路走到快出清河的一座小城 寻了一个夜列地点 在一座小城的客栈里歇息 可一天晚上 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她当时正在被法掘 还没有休息 一听到敲门声就警惕起来 门外没有人影 贺问是谁 也不答应 不去理会 可过了一阵 又有人来敲门 精灵便从屋子里翻了出去 绕了个圈 从楼下转了上来 要背后来个出其不意 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半夜捣鬼 可谁知道 她悄悄地守了一阵 愣是没看到自己房门前有任何人 于是她留了个心眼 一夜没有休息 但这一夜 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一直听到水滴滴答答的声音 第二天清晨 她却被门前的尖叫声惊到了 精灵于是踹门而出 可却一脚踩进了一片血泊之中 一样东西从门的上方摔落 精灵往后一躲 这才没有被砸到 这是一只黑色的猫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她的门前上方 盯了死猫的尸体 她半夜听到的水滴声 就是这只猫的血在往下滴 精灵道 我换了好几间客栈和好几个地方 但都是如此 所以我就决定主动出击 听到有什么地方 莫名地出现死猫的尸体 我就追上去 我一定要揪出 到底是什么人在捣鬼 兰斯追道 我们也是 每晚半夜 都会有一只猫的尸体 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有时是被子里 有时候是在汤里 追到岳阳和金公子就遇到了一块 发现我们在查同一件事情 便一起行动了 今天才追到这一带 在一块石碑田的村子里 问了一名农夫 就被指了来一城的路 一位农夫 小辈们路过石碑口的村庄的时间 应该比他和兰望鸡要晚 而他们当时明明没有看到什么农夫 只有几个害羞的未基农家女在看家 说是家里的男人砍柴去了 难道刚好这群小辈路过的时候 农夫砍柴回来了 魏无羡越想 神色越是凝肃 听他们描述 无论对方是人非人 除了杀猫之外 没有做过别的举动 而杀猫并且乱抛尸体 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和看起来都很恐怖 但是并不会造成实际上的严重伤害 而这种事 则最容易引起人的好奇心和抛根问底的欲望 精灵和蓝丝锥等人 果然就追在猫的尸体后面 这简直就像被引过来一样 而且他们是在岳阳碰到一起的 魏无羡越兰望机 刚好也是从岳阳的那条路南下鼠东的 看上去 仿佛是在刻意引导他们 与这边的两个人巨头 魏无羡细细地整理思绪的线头 如果杀猫者的目的 真的是要把这群小辈引到一城 那么他很有可能 和把好兄弟的左臂投放在墨家庄的是同一个人 墨家庄里 蓝家小辈全身而退 蓝忘机带回了尸体 投放者多半会继续留心蓝家的动向和采取行动 不管他是不是知道 一城里边有好兄弟的躯体 如果他一直在监视 现在也该知道 引一堆懵懂的小辈 到一个危险十足的地方 面对一具凶性十足的残肢 这和墨家庄的事件不是如出一辙吗 如果这个猜测成立 那么在跟踪监视他与蓝忘机的形成的 就不止一个掘墓人 还多了一个杀猫者 说不定还有更多伤尚未被察觉的眼睛 想起来还真是有些毛骨悚然啊 而且这还不是最令人头痛的 杀猫者也许并没有跟进一城 但是鹰虎符 他八成能确定就在一城里边 而且掘墓人断不会是鹰虎符的持有者 掘墓人的目的是藏尸 让好兄弟的尸体不被他们凑齐 如果他持有鹰虎符 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害怕一具凶尸 还要大费周章的把好兄弟分尸拆散了 投放到各地去 又想尽办法分别镇压 防止他作祟 也就是说 现在在这座一城里头的活人 至少有三匹 但愿蓝旺基能够生情绝目人吧 这样的话至少可以解开谜团之一 糯米粥煮好之后 魏无羡让精灵和蓝丝锥端出去 分别喂给一动也不敢动的中毒少年们吃 可只吃了一口蓝锦仪就喷了出来 这是什么啊 是人吃的吗 什么是不是人吃的 这是解药 糯米粥 姑且不论 糯米粥为何是解药 可我从来没吃过这么辣的糯米粥啊 其他入口的人都纷纷点头 而且都是一副眼泪汪汪的模样 魏无羡摸了摸下巴 他常年长在云梦 云梦的人很能吃辣 魏无羡的口味那更是重中之重 做的吃的辣到连江城都会受不了 摔完骂难吃的程度 但他总觉得 这不辣能吃吗 永远都会忍不住往锅里面一勺又一勺的加花椒 刚才好像又没管住手加了点料 蓝丝锥好奇之下 端碗尝了一口 脸都憋红了 抿着嘴忍住没喷 心道 这味道虽然可怕 但居然有些似曾相识的样子 魏无羡道 哎呀 是要三分毒 辣一辣出一身汗 好得更快嘛 众少年一一的纷纷表示不幸 但还是苦着脸把粥喝完了 一时之间人人满面红光满头大汗 个个儿是备受煎熬 生不如死 魏无羡忍不住道 至于吧 韩光君不也是古苏人 他就挺能吃辣的 你们 何必如此啊 蓝丝锥摇了摇头道 韩光君的口味是最清淡的 他从来不吃辣啊 魏无羡争争了争 半想才到 呃 是吗 前生他脱离江家之后 有一次 偶然和在仪林附近 叶列的蓝望鸡碰上 当时许多事情还没发生 魏无羡虽然颇糟人诟病 但也没有到 人人喊打喊杀的地步 他厚着脸皮 要跟蓝望鸡一起吃饭叙旧 蓝望鸡点的都是那种 满盘子花椒的辣菜 所以他一直以为 蓝望鸡的口味跟他差不多 现在想想 他竟然不记得 到底那些菜 蓝望鸡有没有动过筷子 连吃饭前 他说自己请客 可吃完饭却忘记了 还是蓝望鸡付了赵 那这种细节 自然也是不会记得了 忽然之间 魏无羡非常非常地 想看蓝望鸡的脸 莫公子 莫公子 啊啊 魏无羡这才回过神来 蓝思锥低声道 那个老太太的房门 开了 不知道打理吹来一阵阴风 把那间小房间的门 吹开了一条缝 时而开时而合 房间里头黑续续的 模糊间能够看到个 勾搂的影子 坐在桌旁 魏无羡示意他们不要动 自己走进了那间屋子 堂屋里的油灯灯光 和烛光透进来 老太太低着头 仿佛没有察觉有人进来 膝盖上搁着一块布 用帮子绷着似乎正在做女工 他两只手僵硬的贴到一起 正在试着将一根线穿入一枚针孔 魏无羡也坐到了桌旁 道 老人家 为何穿线不点灯呢 我来吧 他接过针线 一下就给穿了过去 还给了老太太 然后走出了屋子 带上房门道 都别进去 精灵道 你刚才进去 到底有没有看清楚 那个老妖婆 是死是活 不要叫人家老妖婆 没礼貌 这是老太太 不过 是一句活尸罢了 少年们面面相许 蓝丝追问道 什么叫做活尸 活尸 就是从头到底都是尸体的特征 但偏偏人是活的 这就叫活尸 精灵惊到 你是说 他 还是活人 你们刚才 看到里面了没有 看了 哦 看了 看到了什么 他在干什么 穿针啊 怎么穿的 还能怎么穿 而且 他也没穿进去啊 对 穿不进去的 死人的肌肉僵硬 是没有办法做穿针 引线这种精密又复杂的动作的 而且 他还不用吃饭 脸上那不是老人般 那是尸般 可偏偏 他能呼吸 是活的 蓝丝追道 可这位老人家年纪很大了 许多老太太 自己都是穿不进针线的 所以我帮他穿了呀 但是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 从我开门到现在 他都没有眨过一下眼睛 活人要眨眼睛 是因为防止眼睛干涩 可死人却没有这个必要 而且 我拿过针线的时候 他是怎么看我的 有谁注意到了吗 精灵道 他 他没有转动眼珠 转的是头 就是这个 一般人去看一个方向 眼珠多少会转动一下 不对 应该说 眼睛先转 头再跟着转 但是死人却不会 因为他们无法做出 转眼珠子这么细致的动作 所以只能转头和紧 记住了 要从细微处去甄别 蓝锦仪愣愣地道 咱们是不是该做下笔记啊 夜列的时候 有空让你翻笔记吗 记在心里 可是 有走失就够了 为什么还会有活失这种东西呢 活失是很难自然形成的 虽然不是没可能 但是这一句 是被人做的 啊 做成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死人有很多缺点 肌肉僵硬 行动迟缓等等 但死人身上 也有不少好处 不畏惧伤痛 不能思考 容易受操纵 有的人觉得 综合以上两者的优点 能够制造出完美的尸体傀儡 活尸 就是这么来的 虽然 虽然众少年没有脱口而出 但脸上已经写满了一行大字 这么做的人 一定就是 魏无羡 魏无羡哭笑不得 心道 我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东西 虽然 听起来倒很像是他的风格 他道 好吧 呃 是魏无羡先干的 不过他成功练出了温宁 也就是鬼将军 其实 我一直想问问 这个外号是谁起的呀 这么蠢 唉 另外呢 还有一些人 模仿又模仿的不到家 走了外门邪道 就从活人的身上打主意 弄出了活尸这么个东西 他做了一个总结 一种失败的仿效物 听到了魏无羡的名字 精灵的神色冷了 魏英 哼 他自己本来就是歪门邪道 魏无羡道 嗯 那做活尸的那些 就是歪门邪道之中的 歪门邪道了 兰斯追道 莫公子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有些活尸可能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就先不要去打搅他 正在此时 一阵清脆的竹竿敲地声 突兀地响起 这身影是紧贴着一扇窗传来的 而这扇窗 被黑色的木板一条条地封起 堂屋之内 所有的世家子弟 脸色都变了 他们进城不久之后 就不断地被这个声音纠缠骚扰 已是文之色变 魏无羡 比划手势 示意他们不要出声 他们就都屏住了呼吸 看着魏无羡站站到窗边 在门板之中 找了一条极细的木缝 向外望去 魏无羡一靠近那条木缝 就看到一片白色 他以为这是屋外的白雾太浓看不清 可突然之间 这片白色就向后退去 他看到的是一双猙獰的白铜 正恶狠狠地盯着这条门缝 所以刚才他看见的不是一片白色的迷雾 而是这双没有同人的眼睛 发现一些白铜療在壮断边 怎么写得了 感谢观看